美國海關企邊境保護局上星期五宣布 田納西州孟非市海關正在調查來自中國深圳 運往美國新澳梁中心商業區的貨物 裏面裝有偽造的美國疫苗接種卡 這些假疫苗卡有著類似真卡的樣式 包括填寫接種者名字 生日和疫苗接種信息的空位 以及美國疾控中心的標誌 但是製作質量低下,有一些詞彙並寫錯 CBP介紹,這個財年肯在孟非市港口一地 海關人員就查獲了3,017張偽造的美國疫苗接種卡 這些從中國寄來的包裹 類別標注成何卡或紙質卡片 而且假疫苗卡並非夾集在書本等物品中偷偷寄來 而是20、51或100張藏在一包直接運送 目前這些違禁品已經遍佈美國各地 聯邦調查局提醒民眾購買、販賣和使用 偽造的中共病毒疫苗接種卡是犯罪行為 為者會面臨罰款和最高五年監禁 早前,美國媒體已經報導 假疫苗卡已經在美國黑市中流傳 甚至在電商平台和社交媒體中販賣 也有美國旅客飛往加拿大時 被發現使用假的疫苗接種卡 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書物 星期日敦促聯邦政府打擊假疫苗卡 並加強向民眾宣度 購買假疫苗卡是犯罪的事實 Teknik 樑 喊 收了 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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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